汇丰銀行報告說 過去兩年中國大陸進口了 總價值60億美元的榴槤 佔全球市場需求量91% 然後呢 中國大陸鐵路部門也說 9月27到10月1號這些 10月4號到10月7號要加開那個列車 等等因為太多人要出遊了 大使 對我覺得 最近啊 這個西方媒體有一大變化就是 鋪天蓋地的中國經濟崩潰論 最近沒有了 再調了 調了風向有變 風向有變 還是說中國在復甦 我覺得真的有變 真的有變喔 有 對 有變我來舉一個 但是它是有變 但是又有點又暗罵中國大陸 它是華爾街日報說 中國大陸經濟似乎躲過一輪的 破壞性的消費通縮 我們講到通縮這一塊 我們在節目當中都很負責任說 有這個跡象但是不是叫做通縮 然後呢 但是他又說 但是中國大陸房地產危機陰霾 還是籠罩著中國大陸經濟 你看 講了一段 然後又捅了一段中國大陸 當然看一個整體的經濟走向 你要看它的宏寬的經濟的狀態啦 就中國大陸整個GDP裡面有關外銷 事實上的話是19%而且再往下降 那所以就變成就是說中國大陸的外銷 其實對中國大陸的GDP並沒有影響力那麼大 可是呢還是有影響力 那最近的統計事實上 為什麼歐美會覺得說中國大陸外銷不行 因為他們跟中國大陸的經濟的貿易量 整體貿易力量 整體貿易力量 就是說你賣過來他們大陸賣過去的好 大概降幅都是20% 最近都降了20% 所以他們講不得了你看看 中國大陸經濟不行了 這個降幅降了20% 我們跟他買東西也少了對不對 他賣過來我們賣過去也少了 那他們這樣歐洲跟美國就一致認為中國大陸經濟不行 可是同期中國大陸的整體的這個 這個統計數字報告說 中國大陸在這段時間 整體對外貿易是增加的 結果真的 那就是說美國歐美的這些經濟學者就傻了 奇怪我們降了20% 為什麼 這個整體的還往上升 因為大陸跟其他國家做生意啊 就大陸跟金磚 大陸跟金磚 跟這個 跟這個 ASEAN 是大幅增加 對 所以整個加起來以後加加減減 中國大陸整體的對外貿易是增加不是減少 是跟你們減少 後來 歐美的經濟學者說 哇那這樣不得了 這個結論得到對我們傷害太深 他說 結論是什麼 結果中國大陸經濟沒有衰退 是歐洲跟美國自己在衰退 原來是我們衰退 原來是他們衰退 美國不得了 美國藏富於民啊 美國老百姓多了 可是美國老百姓儲蓄率怎麼高 這麼低 對不對 而且你政府的稅 稅率有多高啊 你一般的中產階級 你可能 四成的收入都被政府收去啊 你有什麼藏富於民啊 那中國大陸以相關的稅率來講 是相對較低 另外一方面 儲蓄率也比較高 儲蓄的總值也比較高 那也是比較藏富於民啊 藏富於民的國家 事實上他是比較有能力在面對比較大的經濟的 經濟的 經濟的怎麼講 起伏的 那中國大陸一直在講什麼 希望老百姓什麼 增加消費嘛 那中國的消費要提升起來 現在消費有一些問題就是什麼 可能心理的問題比較大 可能甚至大於你實質的 實質的可支配 可支配的這些 這種 消費的能力的話 事實上可能這中間不見得是 物質實質的問題大於經濟的問題 或者心理的問題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最近 我們前一次討論看中國大陸的所謂的房市 放鬆 我看了我也嚇一跳 我說有一個 我看原來政策我真嚇一跳 第一課手套房 從多少降下來變成兩成對不對 我說實話 我在一些 包括在台灣 我都瞭解手套房的 手房的 手購的 大概支付款 國際比起比方的大概10% 中國大陸這樣20% 對不對 可見放鬆才放到20% 以前在20%之上 那另外一方 第二套房的說原來是超過60%的首付 那我就說不論這件政策是怎麼樣 可能是面臨時機的狀況 打壓過熱房市 可是這就顯示說中國大陸政府 要在房市上 他能夠用政策的調控 來刺激中國大陸防市的回升 回暖的工具 很多 太多了 而且他這個工具 事實上可調配的這個 空間的尺度非常的大 我一看我就知道 哇我說我如果今天是一個政策 我是一個做政策的話 我會發現我手上工具實在是太好用了 你原來把它用到這種程度 我現在還要放鬆的話 那會產生的效果是極大的 所以才會變成就是說那個什麼 什麼任房不認 任房不認貸這些東西 這些一出來以後 哇你看中國大陸所有的房地產的這些 這些股票市場降龐 那這些部分我覺得就是中國大陸的房市 那相對的中國大陸 雖然不斷的降息 事實上的話 中國大陸的這個 這個有關利息的調配空間 遠大於現在數字界主要經濟體 美國有利息嗎 還有可以調的嗎 日本是負利息 歐洲還有調配利息的空間嗎 它沒有政策工具 所以我覺得從這些角度來看 就是說中國大陸過去 它是有外環境的因素 可是從貿易的整體數據來看 我覺得大陸的調整非常的快 尤其對美國歐洲市場的這種依賴 很快的分佈到其他的 世界你就會發覺 從貿易角度來看 世界大得很 可是問題就是歐美這些國家 就認為世界只有它 從它自我中心的角度來看 就把中國大陸不斷的經濟不斷 可是我覺得中國大陸 事實上調轉得快 然後另外一方面基礎的條件 做一個政策宏觀調控的空間 那個工具可以調配的這個幅度還是很大 那我覺得就看你要用多大力度 是 你如果要比較大力度 中國經濟一下就衝過來了 那問題你又回過去過去過熱的情況 的確啦 我們一開始說的時候 美國是大水漫灌久了 但中國大陸是能夠用的工具非常的多 慢慢來用 那尤其是剛剛特別講到了這個 房地產的這一塊 西方還在暢衰 但是9月25號起 銀行就要開始下調存量手套的 房貸商業性的個人房的貸款利率水準 舉例來說 有人說它的調整利率大概4.3 然後大概每月會少了 一千多塊的人民幣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 房產的這一塊也是如此 然後中美的經濟 美國也有很大的問題 現前怎麼看 因為美國國會議員說 要在9月30 5月前達成協議 否則政府機關的資金又要沒了 又要開始停擺了 上次債務上限 現在是兩黨二鬥 然後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這個可能又要停擺 你會衝擊到了你的財政問題 你會衝擊到美軍的問題 然後華盛頓郵報也說 共和黨否決了一項 維持政府短期運作到10月的 臨時撥款的法案卡住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股三大指數都收低 因為費的長時間維持在高利率 鷹派的立場 公債殖利率繼續走高 還有本週可能要關門了 這都是衝擊到股票的問題 然後美國汽車工會罷工又擴大了 新增5600人加入 這個罷工行列 就是來到了零件配送中心的人也加入了 然後美國國債的總額超過33兆 你借了那麼那麼多的錢 然後美國前財長就說 費的真的太樂觀了 你有可能會發現 這個停滯性的通膨 也就是通膨上升成長疲弱 我先從最近的那個 Fed Bauer講的話 他最近說了一句話 其實市場是非常緊張 所以週五他就動了 他說呢 大家問他說你怎麼知道你到了軟著路 他說我們就是一直做一直做 做到了超過了我們的預期的時候 我們就會再挑回來 意思是他會一直做到 他覺得可以達到他的標準 那那時候呢會再過一點 然後再回來 也就是他事實上沒有一個既定的路徑 或者是一定的路線 那從這個地方你倒過來看 美國的整體狀況 今年美國已經國家的信頻 調低了一次 如果說再發生了 預算沒有辦法通過 政府失能的話 那麼他的信用平等 會不會再受到影響 因為國家失能 政府失能 是跟你國債過高 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那麼國債過高 剛才已經講了現在是33兆 本來呢 預算就是還差1300多億 所以預計到年底前 還要再舉債1500億 那麼這個再舉債的結果 會使得他預算中間 要付利息的比例要再增加 所以已經從5000多億 到了8000多億 如果他再舉債的話 又在一個比較高的利率環境 他就很可能到了1兆多 因此他整體稅收減掉了以後 可以去做自由運作的那個費用呢 就非常非常的低 我覺得這是為什麼 這一次的預算過不了 因為你有些東西就是不能動的 就是人民的社會安全啊 什麼那種保障啊 那種75%是你不能動的 然後現在你舉債過高 而且利率高了 所以你要付利息的這個償債的部分呢 會很大的一部分吃掉了 你剩下可以自由運作的 再加上美國窮兵獨五 所以他的軍費要增加 所以兩個政黨最重要的國內政策 譬如說他們現在在討論說 美國在國內的藥價是其他開發發展 中國家的250% 就比別人高2.5倍 所以有一個很重要的這個藥品上限 就是一個人最高每年要付2000元美元的 像這一類的法案呢 就在這過程中間都會卡住都過不了 因此這一次我覺得他的僵局啊 這個impact是一個很硬的僵局 是在選舉年中 兩個政黨都不能在他的重要政策上退讓 因此產生的僵局 那麼再加上他們說 好吧那10月1號 那我們就都回家6個禮拜 到了年底前這兩個禮拜再回來討論 起碼這是華盛頓在9月30號之前 的威脅之詞啊 那若是真的大家就回去6個禮拜 這6個禮拜政治人物還正要領薪水嘛 可是小老百姓市場 跟要去做美國信用平等的人 其實是非常緊張的 因為美國的信用平等如果多了 別忘了前面大水曼灌的時候 所印的那麼多的美鈔 有很大一部分是到別的國家 其他的國家買了大量的美債 或者是跟美元有很多的 聯動性的那些國家 看看英國的這個 那個養老保險金的問題你就知道 當你聯動性這麼強的時候 當美國出問題 你跟它聯動性越強的國家 你就越容易出事 尤其是你跟金融 跟影子金融結構相關的 所以你看我們這看起來 你從上面你印很多錢來解決問題呢 現在一直在踩剎車的FED 到現在在華盛頓的國會的議員 到了在第一線 我們上個禮拜說過 汽車工人說不公平啊 你們大老闆漲了40%薪水 我們沒有 然後通貨膨脹這麼厲害 你們大家每個人去看核心通膨 不礙食物 可是我們小老百姓 要看的是我的食物 看的是我的加油 直接在我的非常有限的薪水裡面 占了很大比例 所以我當然要加薪 他們這個要求呢 汽車工業說什麼 說如果你們按照你們的所有的要求 我們每小時的時薪 會從60塊漲到150塊 那我們已經雪上江霜的汽車工業 又有各種國際上面的競爭 還有新能源車的競爭的話 我們根本承擔不了 兩邊都有理 可是現在看起來 這些工人的需求 是不是其他百工百業 也會有這些需求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國的這種 有點像是森林的那個星星之火 在很多的地方都有 那如果說你這樣 一層一層的撥下來 美國的經濟跟未來這一段時間 應該是在一個非常混亂的 尤其是政治惡鬥之下 沒有一個具體而且可行的 短期結果或結論的情況之下 那麼對全世界的影響 是非常負面的 所以剛才我們講到 中國大陸的出口 尤其是對美國的出口減少 那我覺得它相對上的也 代表著對美國的依賴性減少 跟美國聯動性依賴性 越強的國家 此時此刻越是在另外一邊 看看英國剛才講的揚導軍 看看日本現在的日元到了148左右 那麼這些國家都會受到很劇烈的影響 如果美國發生了震盪 這些國家的影響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G7的這一個大圈裡面 幾乎不會有任何幸免的國家 對啊 所以呢 中國大陸也要做好分散投資的風險 那最近中國大陸7月也繼續減蝕了 美債大概是136億美元的美國國債 到了8218億的美元 連續四個月是持倡是減的 那亮哥你怎麼看 因為呢這個中國大陸的經濟的這一塊 那現在看到 波音啊他也說中國大陸 到2042年的時候會需要 8000多架的新的飛機 為了20年中國大陸會佔全球新飛機 交付量的五分之一 是看好中國大陸的 星巴克也是如此 最大一筆的海外投資 就出資15億人民幣 在大陸實現咖啡全產業鏈本土化的覆蓋 然後最近這個醬香拿鐵很紅 星巴克的全球CEO就說 我們星巴克也有咖啡跟酒融合的飲品 希望大家都來消費 另外呢 Volkswagen他也投資80.6億人民幣 在合肥成立福斯汽車 中國科技有限公司 最大年產量可以達到35萬輛 Adidas也說 中國大陸就是Adidas 全球三大戰略市場之一 市場擁有無限的機會 好亮哥你怎麼看 我剛剛查了那個榴槤 你真的很關心榴槤 91%賣到中國嘛對不對 他比去年增加400% 對啊好厲害 對所以我告訴你就是說 中國老百姓偷偷在消費某些東西 你不知道這樣 所以你說那個房地產幫他減了1000多 他可能又去買東西了 去買榴槤 這個當然就是 事實上就是出現兩組數據 所以使得蓬勃 開始變了 第一個就是CPI增加0.1% 所以表示沒有繼續緊縮 就沒有啊 第二個就是比如說 融創又進一步 申請破產保護 那這個就是房地產的壞消息 那可是 整體 事實上就是 它那個復甦會比較晚到啦 可是 我覺得這個跟日本說 完全不一樣啦 日本那個是 整個那個 資產負債表 整個縮水嘛 而且它那個縮水的程度 大到房地產貶值了50到60% 它的資產緊縮 對啊 它是全面性的資產緊縮啊 我認為中國大陸 房地產跌20% 就已經很多了啦 而且中國大陸也不會容許 繼續跌啦 不會不會 因為它有金融體系要保護 所以我覺得它的做法 不太一樣 可是 而且它的工具真的 比日本要多很多啦 所以我覺得就是要有耐心啦 比如說我已經看到一些外資的 證券商報告說他們要 開始逢低買進了這樣 因為中國股市真的蠻低的 說實在話 被低估了 對比美國啦 對比美國啦 所以 不過我跟你講 因為我昨天就聽到一個 天方夜談的故事 不過聽起來也蠻有道理的 他說俄羅斯 就繼續跟沙特 然後把那個國際油價 拱在100到120之間 那大概明年川普就當選了這樣 因為就使得拜登 這個中下階層會受不了這個通膨 這是他的主要的支持者 對 因為中下階層 民主黨 那所以你拜登如果不 如果你真的是 比如說石油就跌不下來 對 我看你怎麼辦 你不來跟中國大陸 調貿易關稅 我看你怎麼辦 因為貿易一個給他課的19.3% 因為就是中下階層會得到福利嘛 你一減完他馬上就有感到 當然是這樣啊 因為平均 3500億美元的13.9%的稅 19.3% 19.3% 19.3%就是你 我認為俄羅斯跟沙特 把那個石油的價格 拱在100到120 這個機率蠻高的 他們最近就已經達成了 就是要減產了 然後就賺爆了嘛 對啊 然後 倒霉的就是美國的中下階級 那拜登如何用一個結構性的手法 讓中下階級可以緩和他的 生活上的壓力 最快的就是把貿易戰給打下來 這是最快的啦 所以我說這裡面喔 事實上 而且 剛剛欠姐那個我也回應一下 因為目前政府關門是卡到了 12項撥款法案 這個都非常具體的啊 這個政黨在對決的時候 每一項就是一項一項算 我才不讓你買票 比如說 共和黨的人就會認為拜登你在買票 那這一項就不讓你過 學代你要擠進來 那烏克蘭就卡在裡面 因為裡面有240億美元 是烏克蘭的錢嘛 那共和黨就不准你砍國防預算嘛 就雙邊都對自己 最核心的價值卡住了 因為尤其是選舉年嘛 對 那欠姐剛剛講到一個核心啊 就是說 你扣掉了社會福利 扣掉國防預算 扣掉基本的行政費用 還剩多少 你還剩多少 我算了一算 我跟你講我算了一算 不到兩兆美元 天啊 他剩了錢不到兩兆美元 好我們說中美經濟兩樣情了 這個美國的這個 政府機關會不會 在呢 這個禮拜可能會看到要停擺了嗎 好另外 中國大陸部分 這個發改委的副主任啊 他就說 回顧歷史 面對世界金融危機 中國經濟還是屹立不倒 所以凸顯的 中國大陸經濟強大的韌性 看空中國 暢衰中國大陸 絕對不會實現的 在國際高通統的背景之下 有些國家通脹率9%啊 中國大陸物價呢 還是相對穩定 不存在通貨緊縮的問題 然後另外再來看到 工信部的運作監測局的這個局長 他也說 製造業 尤其是裝備製造業 是推動工業的主要的產力 尤其是高端的裝備的製造業 發展的動能是很強的 他說八月份的時候 航太跟太空船 還有設備製造業成長16.2% 這都是蠻前沿的這些科技 然後一到八月造船完成量 世界市佔率49% 新街單68.8% 手持單53.9% 所以亮哥 你怎麼看中美的經濟 你剛剛 中國道路 比較大的挑戰是 房地產裁員的那些人 那些人要有地方去 那些人 都不是你講的那個 我們說它 崛起中的 而且不斷打敗對手的一些 新興彩業 當然你如果去看日本 日本那個時候 經濟在低迷的時候 絕對不會有什麼 亮眼的什麼電動車 這絕對沒有 就中國道路真的是一個 奇特的經濟體 就房地產因為它以前佔整個 GDP大概有三分之一左右 是火車頭 對 那這次打下來 真的有蠻多人受傷了 是中聯失業 中聯失業這個是比較 對因為我看 上一集那個香港信報 他就對一些 40幾歲房地產失業的人 做了一些訪問 那他也沒辦法 因為這個又不是只有他這樣 而且很多都已經做到了 一定級別的人 那所得都算蠻高的啦 說實在 然後他們訪問都是 這輩子沒想到 會又要從頭來過這樣 不過我是覺得就是 就看他復甦的速度啦 就是簡單講就是說消費者 開始沒有那麼悲觀 逐漸恢復信心 趕消費 然後民營企業趕投資 那你就要去看那個 銀行的那個融資水位 是不是開始增加啦 那可是因為外面的經濟也不好 對啦 所以也會連動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 恢復信心的過程 就會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就會變這樣 可是呢 也不是像西方這樣 現在就開始看衰 是這樣 的確啦 亮哥曾經也說過 他是有 這個通縮的這個跡象 但是不是真的所謂的通縮 倩姐也跟我們好好的解釋過了 但是你怎麼看 因為呢這個十月的時候 很重要的是一帶一路的高峰會 那習普確定要會了 成為很重要的一個 全世界矚目的焦點 然後呢這個拜登跟習近平主席 有沒有可能成形呢還是一個問號 但是呢現在中美的氛圍也不一樣了 尤其是王毅跟蘇利文有進行會晤嘛 然後就說提到了是台灣問題是重中之重 而且談了12小時最長的議題就是講台灣 另外再來看到布林肯也跟呢 韓正進行的相關的會晤了 然後習近平主席也特別提到了 中美合作的這一塊 也就是他回信給格林還有飛虎隊的老兵 他就說其實中美人民在抗日戰爭時同仇敵 其實呢是截下深厚的友誼 談到中美的合作等等的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 那那個習拜可能會還是不會引發關注 但是呢普丁總統確定就是要訪問中國大陸了 大使 對其實中國大陸在過去一段時間 我覺得就是說戰略上有很大的調整 基本上我覺得跟俄羅斯的合作 就在俄羅斯戰爭俄羅斯飽受西方國家 甚至世界國際社會的譴責之下 那麼跟俄羅斯的互動可以說 越來越擺到檯面上 那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還是就是面對美國 不斷地對中國大陸的進行全面的打壓圍堵 其實我覺得美國對於中國的這種 對於中國大陸各種包圍也好 各種的所謂的備戰也好 做的可能那個做的扎實程度跟那個速度 不會遠於中國大陸在防備跟美國產生一場衝突 防備美國對中國的這個包圍來講 用的力度跟它的這個範圍 我覺得不亞於中國大陸 只是中國大陸面對這個 美國的這種打壓過去上是怎麼樣 過去是防禦為主 也就是說有一種信心 還有一種我認為就是說 還有一種就是調整的過程 那大原則是希望跟美國 還是希望我們能夠何為貴 可是經過這麼一段時間 尤其是拜登上來以後 我覺得這個何為貴 對中國大陸來講 已經期望已經很低了 因為他發覺這個拜登這個政府 表面講一些何的 可是骨子裡作為言行不一 言行極為不一 所以現在中國大陸改變 就變成就是說 我就明白的 用這是間接的 間接的就是說 我用你的敵人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這種方式 對美國展開這種反包圍 那所以對俄羅斯的這種互動 等於說就放在檯面上來了 像這一次普丁去中國大陸開這個會 他絕對是焦點中的焦點 絕對焦點中的 這是中俄兩大國 在這個世界上比較僵持的一個 這個地緣戰略的對峙之下 一個很大的動作 然後相對之下又有什麼 又有習近平跟拜登 不見面的問題存在 對 就三大強權之間 這擺得非常清楚 那除此之外 你不要看最近 中國大陸有兩個很重要的 國際上的這個 這些不是主要國家 可是呢 有相對反美色彩的 跟美國怎麼講 正在幾乎轉爭隊 那個跟中國大陸接近 一個哪裡 一個就是委內瑞 一個就是敘利亞的阿塞德 最近都訪問 對我覺得這個是很明確的指涉 那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中國大陸在戰略上的改變 那跟俄羅斯的合作 事實上有些是密而不宣的 尤其在經濟方面 那對中國極有注意啊 中國大陸 我看了最近的紀錄是 俄羅斯的汽車市場 新汽車 七成是中國的汽車 對 那雖然整體的貿易 俄羅斯還是希望在這個今年 看看能不能夠跑到2000億 數量還是有限 就以中國大陸這些 這個這麼多貿易對象 還是有限 可是它的潛力蠻大的 那運用俄羅斯這個部分呢 除了俄羅斯之外 我覺得最近 這個還有一個突片 就是蒙古 因為我不太能夠確定 到底是防禦性的 還是一種這種前進性的說法 因為美國對蒙古 怎樣下功夫 最近兩個月前 蒙古總理才到了 到了美國去一趟 是 所以這個部分 你看這一次這個 這個 這個 習近 不是就是這個 王毅去中國大陸 不是去俄羅斯 事實上就有蒙古的參與在裡面 他三方的高層會談 也在這個俄羅斯舉行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 現在對俄羅斯來講的話 有現實的問題 有一種整體氣氛的營造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動作 那現在我們現在看了就是說 如果說習近平在建完 跟普丁建完面以後 11月的這個APEC 因為出現什麼問題的話 習近平再沒有去的話 那麼今年就可以看出來 中國的外交重點就在俄羅斯 對 那麼會加深很多的互動 還有一個就是說可能 我覺得這一次目前現在從王毅 到馬上的習 這個就是說 這個習近平跟這個普丁的會面 會有一個很大的釐清動作 就雙方對於朝鮮 是怎麼樣一個定位的問題 因為普丁已經很清楚了 朝鮮準備好徵召入伍 準備好加入這場 這個東西方的一場走決戰 那中國大陸怎麼看 我覺得在這一場這個 這個習普 習近平跟普丁會晤裡面 也是很重點之重啊 不過以目前的國際局勢來講 還有就是說 中俄兩國的目前面臨的 共同挑戰之下 我相信這個習普會 不是只是談一帶一路的 那麼我覺得一帶一路的 這個整個的光芒 反而會被蓋過去 而最重要就是大家會觀察 就是說到底習近平跟普丁 有沒有什麼新的關係上的突破 那這個是重點 另外中國大陸在這個 很多的這個 很多的作為上 基本上對美國講的 除了就是說 俄羅斯關係擺到檯面上做 然後敵人的敵人變成朋友 這是很強烈的一種針對性 另外對美國直接的這種挑戰 比如說最近在南海的這個 黃海的這個 美國的這個軍演 中國大陸非常空前的 21艘這個海軍艦艇 還有山東艦 在山東艦的帶領 快速集結在第一島鏈 跟第二島鏈之間 那這個中間 當然了後來在黃海的軍演後 美國有點虎頭蛇尾啊 就縮了 就縮了 這美麗艦號不到5小時就走了 對這個就是美國 這個中間我覺得這個 幕後的外交的折衝啊 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那最後這個結果 那也就是中國大陸 現在對美國的軍事上的行為 基本上是快速回應 而且不是直接對你入 就是說接近的這一些 美國的軍事艦艇也好 或者說你的這些 戰機也好 而是用 先你來而不往 而是直接往你的領土方面去靠近 直接往裡面靠近 所以我覺得這個 就變成就是說 一個新的型態 這個是很值得觀察 那對美國人來講的話 不會沒有察覺 這對美國來講 我覺得 以現在美國 對中國大陸的調子放然 我覺得很大的一個因素 就是中國大陸的戰略的改變 對中國大陸戰略的改變 那這也是美國 把中國打成了超級背靠背 這是戰略上的施策 謝謝你怎麼看 因為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有很大的互補性 我們不但提到東北的這一塊 東北就跟俄羅斯接日 以前是比較落後一點點 但現在也許有一個發展的契機 尤其是來看到王毅去見到了普丁 然後普丁也說我要參加 這個一帶一路的峰會 另外還有看到是說普丁他也講說了 俄羅斯要做好長期的戰爭準備 然後也說中俄關係來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西方想要遏制中國大陸發展 維持已晚 要發展遠東地區 就是21世紀的戰略優先事項 然後習近平主席最近其實也到東北 有開振興的大會 東北地區其實擁有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一億多的人口其實是很重要的 中國大陸很重要的地方 然後俄羅斯的外交部的官員也說 中俄計畫要投資超過1600億美元 然後其實相關的合作 就是在東北的這一塊 剛才大家說到美國現在極力的在拉攏蒙古 可是大家要不要想一想說 中盟俄老早就已經有了 共同發展的一個經濟計畫 而中俄的這個部分呢 又因為在2022年的俄乌戰爭之後呢 它的速度加快了 它的品項變多了 兩邊的經濟的融合的程度是 越來越深而且越來越快 那麼這一次如果又被美國打成了 必須要中俄被靠背 又再加上了朝鮮 那麼蒙古會怎麼選擇呢 蒙古是包在這三邊中間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外交上面 你可能有一種說詞 然後在國際的軍事上面 可能有一種看法 這就是地緣政治的傳統考量 那麼美國主導了地緣政治的 所謂國際秩序 是二次殺戰之後 因為它是一個沒有受到戰爭摧殘的國家 所以地緣政治的國際秩序 包含了在聯合國 以及在布雷敦森林體系的金融秩序 都是以這種地緣政治的角度為主來建立的 那我們現在就把中國大陸 從大概2013年開始 習近平主義上台以後 逐漸逐漸開始發展的地緣經濟秩序呢 在今年的最後幾個禮拜做一個超級比一比 美國主導的地緣政治秩序裡頭 如果沒有中國它是什麼樣子 今年9月的G20 中國沒有主要大力的去參加 G20固然以前不是美國主導 但是在2008這個次貸風暴之後 就是一個美國主導非常重要 當時叫做G2 美國跟中國分別代表了 已開發跟未開發的地方 來對未來的經濟做一些解決 好G20沒有 UN大會那個強任理事國裡面 中國沒有參加 不只中國好多人也沒參加 四個其他四個都沒有去 連英法都不去了 中俄不去英法不去倒是很奇怪 還有APEC11月會不會也沒有中國呢 那如果他們都沒有中國 那請問美國所主導的地緣政治秩序 這些大拜拜 就是我當老大哥 大家都要來的這些大拜拜 到底最後還有什麼功能 它會不會變成越來越功能萎縮的 一種國際場域相對的 你看到中國大陸 跟它的G77的小老弟 跟亞洲的其他的國家 這一次在地緣經濟所主導的中國 在最近這段時間裡面 有8月的BRIX金磚 9月的現在正在發生的亞運 和10月的BRI 這些都可能沒有美國 或者甚至被美國所領導的G7來杯葛 那麼如果被杯葛 而且沒有美國的話 他們還能不能繼續走下去呢 世界上用地緣經濟所造成的 互惠互利的這些結構 是不是可以給我們人類一個新的啟發 就是你實打實的這些關係 彼此回到了最起初的 專業分工貿易加值 共創互利 然後彼此前進 同時共同去解決國際人類問題的 那種實打實的東西 跟美國的這個霸權 從軍事到美元到美國文化的霸權 用利來分配全球利益的 那個地緣政治的體系 中間如果持續脫鉤的話 到底哪一個會贏 我們在今年的最後一季 會看到非常精彩的直接對比 對啊 這真的是很強烈的對比 但是美國就想要玩這個地緣政治 兩個最後一點時間你看 拜登9月25號又呢 要接待所謂太平洋島國領導力的 這些領導人啊 又想要呢 所要抗衡中國大陸在太平洋的影響力 拜登去任何地方談的都是軍事 對 基本上人家也不寄望你給拿基建 或者有什麼樣的工業的投資 我覺得倩姐剛剛時間也不多了 一帶一路峰會就是要談互聯互通 綠色發展跟數字經濟 這個就是現在大部分的國家想要的 那這次一帶一路有110國 對 1170國 77國那個創辦的 目前有134個國家 所以這兩次加上金磚 你就知道誰真正代表全球南方了嗎 對 就是中國大陸 這太明顯了 莫迪現在也沒時間搞這個 他在跟加拿大吵架 對 在吵架 而且這裡就是新的南北對抗 以前是北方穩穩的贏 新的南北對抗不一定 對 現在真的不一定 你要比這個人或者是實力 現在是全球南方 現在已經慢慢的茁壯起來了 那為什麼呢 以前倩姐不斷的說什麼 這些以前發展中國家 還沒有很重要的軸心 然後它的語言或者發言權 這些都還不夠 那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大陸崛起了 它代表的是南方世界 那剛剛亮哥說了 而且它弄了三大倡議 我就作為主論士 對 文明發展嘛 然後大家一起 文明發展跟安全 安全 這都是南方國家 發展中國家 最關心的三大倡議 所以可以看出來 中美誰才能夠不化未來 真的能夠當老大呢 您覺得呢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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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